冷战的活化时 一个发福的下三滥 你妹夫啊 一个七大工业国峰会 搞得跟六个精神科的医生 给一个神经病会诊一样 最后六位医生一致表示 算了吧 放弃治疗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言论 如果您是第一次收看我的视频 看完之后觉得做的还凑合的话 麻烦您帮我点个赞留个言 顺便推荐给您的小伙伴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以后更加精彩的内容了 如果是老观众的话 您知道该怎么做 我就不多说废话了 咱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 就在昨天我分享了两条小的短视频 那些视频都是热心观众发给我的 其中一条视频 就是有一个护士坐在路边哭泣 里面那个给口罩的好心人并不是我 如果您有类似自己拍摄的短片 想要与我与大家一起分享的 请您随时联系我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里给我留言 然后我会主动去联系您 在另一条视频当中 因为对话的人物都没有露脸 只有两双脚 所以有一些朋友 就对视频中的这些内容的真假 产生了疑问 说实话 我非常欣赏大家这种质疑的精神 就像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说的 我说的内容很有可能都是错的 我提供的只是一个看问题的角度 但是我也请大家放心我的操守 我学不来那些无耻的反华 还有轮子们的媒体 像他们那样整天捕风捉影 天忧加醋 胡说八道 要像那样做节目的话 小爷一天能做他十几期 一般没谱的事情 我从来都不会说的 我之前的视频都摆在那里 您现在回过头去看 尤其是我关于这次大流行的视频 我不敢说我说的所有内容都是对的 但是对事情发展的大的方向的把握 还是经得起大家的检验的 昨天的视频 我不知道视频中说话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医生 但是他们说的事情 我都从其他这些渠道得到了验证 首先就是套垃圾袋上班的 您看这张照片 很多美国媒体其实都有报道 还有医护人员拿不到足够的物资 我想这也是不真的事实 纽约医院超负荷运转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综合所有这些信息 我才判断这条信息可以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最近关于病毒的起源 还有轮子教主得病 一系列的内容有很多 不是我不想做 这些都是有很大流量的内容 我只是心里还有疑问 我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搞清楚 所以我不敢做 我并不是说做了这些内容的up主 就是不负责任 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已经足够说明一些问题 只是我个人还有一些疑问 没有得到解答 所以我觉得我不可以做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最近一段时间我知道有许多生活在海外 或者是留学的小伙伴们都是人心惶惶的 也许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 但是这个时候 大家的心情难免都会受到影响 哎呀 我真的是羡慕你们 真的有言论这么好的节目可以看 时不时我还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之前帮观众相过亲 今天福利又到了 有一个公益组织联系我 他们会为有需要的朋友们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 他们来自于全世界各地 如果您有需要 您可以去联系一下他们 您以为福利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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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重点就来了 这个组织里联系我的那个小姐姐啊 非常的温柔 而且很漂亮 当然了 最重要的是温柔 而且很专业 我并不是一个肤浅的人 在国外漂泊了也这么久了 我知道有个时候呢 找个人陪你聊聊天 对你来说可能都是一种莫大的慰藉 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候 如果您心里不舒服了 想家了 觉得压力太大的话 联系他们 不管您是九尺男儿还是窈窕淑女 寻求帮助啊 永远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在这里我要感谢这个组织里的每一位志愿者 你们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曾经有一位来自英国的老师 是一个老太太 她曾经教过我呀 受欺负了 不管能不能打得赢 先打回去再说 像她年轻的时候 男人们打架都属于长事儿 但是有两种男人打架会被唾弃 第一种就是打架的时候要拿武器的 第二种就是对手倒地了 还要上去补两脚的人 这样的男生 老一辈的英国妹子们是很不喜欢的 所以我现在看到美国变成这个样子 有很多人遭灾 我有时候真的是不忍心再拿他们去开玩笑 再去说他们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些媒体天天攻击中国的时候呢 我有说不完的话 但是现在这个样子啊 我反而有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但是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我的救星就出现了 就是他 佟佩奥老先生 号称冷战的活化石 一个发福的下三滥 一个可以让我笑竹颜开的男人 看着川普政府这帮老古董 这帮活化石一天到晚跳来跳去 那感觉就像是在看博物馆奇妙夜 如果您不知道冷战是什么样子 去看一看这帮行走的活化石 您就能了解个一二 美国国务卿这么重要的职位 在这个职位上 成就了很多了不起的政治家 就像是中国人民熟悉的 基辛哥基老爷子 多么了不起的人物 他拉开了一个时代的序幕 但是现在您各位看看这个货 根据3月25日路透社的报道 蓬佩奥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机器会议上 讨论了中国在这次大流行当中 故意宣传虚假信息的问题 并要求中国政府对此事负责 武汉爆发的时候 中国推迟了信息共享 中国不透明 中国共产党现在全世界到处装好人 还抨击了某一些中国高级官员 这个关于病毒起源于美国的疯狂言论 这个怎么说呢 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在意大利 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美国从意大利运回国了50万份的试剂盒 意大利都变成那样了 难道不应该从美国运试剂给意大利吗 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他可以恬不知耻地指责今天的中国政府 在满世界到处装好人 哎呀说实话 中国政府有没有装好人我不知道 但是美国政府这次的表现 那是真孙子啊 在我上一期视频播出之后 有一些小伙伴留言说 为什么美国政府不向中国采购一些急需的医疗物资呢 这您就有所不知了 据我一个在国内生产口罩的朋友告诉我 就在前几天 他刚接了一份来自于美国100万只N95口罩的订单 虽然这份订单并不是来自于美国政府 但是您各位想想看 100万只口罩 这会是谁下的单呢 所以啊 您真的不需要替美国政府担心 相关的采购早就开始了 您看这些政客在那里骂的深思历劫 其实都是一帮拿起筷子吃饭 放下筷子骂街的货色 而且我向您保证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您绝对看不到有任何一家美国的新闻媒体 去报道这些物资到底是哪里来的 或者您这辈子都不可能知道 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即便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这就是客观中立公正的美国媒体 您各位学会了吗 至于什么中国隐瞒疫情啦 没有及时通报美国这样的屁话 我都懒得去反驳 这种话连反中反到骨髓的CNN都听不下去了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six weeks of preparation because they did not tell us early to mid-December that there was a crisis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with a new novel coronavirus and that has set the world back six weeks so we are dealing with this issue every day we have the full forc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e have the full power of private enterprise and I want to thank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their full cooperation The government was clearly ill-prepared for this Right now it looks like the capacity for the U.S. is going to be about 200,000 ventilators And what experts are saying is that there could be a million needed So are you going to be able to meet that demand? And are you aware, and is the president aware that relaxing restrictive measures is going to mean that you need more than that? Let me bring you up on the history here of what we inherited In 2009 whe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d the H1N1 flu crisis Peter why are you wasting your time on this and not solving the problem that you have? Peter why are you even talking about this? You made the claim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was ill-prepared I did not I am trying to run the tape I just heard that That is a fact Peter You just said that now let me respond to that I'm asking you if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to a million ventilators I'm trying to respond to you and you keep like interrupting me My question Peter is Are you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to a million Can you get to a million ventilators? Let's just have a conversation here You keep talking in my ear We're going to fight this virus And after it's over We're going to be stronger and better prepared Peter I'm just going to tell you You're wasting everyone's time You're wasting everyone's time with this It's 2020 The president was elected in 2016 Can you get to a million ventilators? First of all that number is way, way, way out of proportion What can you get to then? We are going to do our best to get the ventilators we ne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It's the crisis of our lives You will never experience anything like this again in your lifetime And we need as a people to band together and work with this in a unified way We are working as hard as we possibly can With a full force of country got dealt a bad hand by China Peter that is just a waste of time to say that I'm going to leave it there Peter Navarro No hang on We're just trying to get our hands around No Peter Navarro That's it We're out of time We're out of time And that's just That's ridiculous 最搞笑的是 彭佩奥回国之后 还在媒体上大谈特谈 我们在机器会议上 讨论了中国有多坏 然后呢 这个所谓的讨论 其实就是彭佩奥一个人在那喷 啊中国很坏 他们隐瞒疫情 而且啊 这个病 他会讲中文 而且爱吃热干面 所以我们应该叫他武汉啥啥啥啥 然后其他六个国家的反应就是 哦 最后开完会了 还不忘招呼大家一起来签一个联合声明 一起声讨中国 然后那六个国家的反应就是 签你妹夫啊 一个七大工业国分会 搞得跟六个精神科的医生 给一个神经病会诊一样 最后六位医生一致表示 算了吧 放弃治疗吧 然后蓬佩奥这个傻鸟 跟刚出院的神经病一样 一回国之后呢 还不知道收敛 还到处瞎嚷嚷 啊 最后开完会连个联合声明都没有钱 他都不觉得有任何丢人的 唉 真的是无法理解 老观众们可能都还记得 我早就说过 中国无法打败美国 美国同样也玩不惨中国 这两个庞然大物只可能被自己打败 美国今天的相对衰弱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 但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美国就像是一个老古董 就像是一块活化石 天天抄抄着要让中国做政治改革 但其实在我看来 美国的政治改革的迫切性 远比中国要大得多得多得多 看我节目的很多朋友 其实都是有点岁数的人 咱们远的不说 您各位自己回忆一下 您小的时候 哎 那个中国政府和您今天看到的中国政府 那还是同一个物种吗 对我知道 还是那个中国共产党 还是那个中国 但是您各位都明白我在说什么 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这个国家的政府 在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学习 它做出了非常巨大的改变 但是今天的美国 真的我觉得从二战之后 就没怎么变过 之前很多网友开玩笑说 美国政府为了解决西石大麻 这种违法行为 他们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合法化 类似的这种段子还有很多 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就把它合法化 这种东西说出来像一个段子 像一个笑话 但这其实都只是表象而已 真正深层次的原因 是因为美国政治体制的僵化 它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问题 它没有能力去改变自己 所以日新月异的问题 它要怎么解决呢 我这么说可能还是有一点抽象 咱们就拿最近的美国来举例子 最近各州之间的这个嫌隙 已经越来越明显 我上一期视频刚说完 纽约的居民很有可能会因为恐惧而选择出逃 今天就有好几个州开始着手准备封锁边境 尤其是针对那些来自于纽约的居民 而且我在这里再做一个预测 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 各州之间一定会出现抢购物资的情况 可能有一些小伙伴就要问了 如果以州为单位出现这种抢购的情况 那么自然会出现有些州抢到的资源就多 有些州抢到的就少 那么那些资源不够的那些州要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 像是中国那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戏码 永远不可能在这个国家上演 因为这就是这个国家DNA里带着的东西 在美国刚刚结束独立战争之后 各州看着仗反正也打完了 可以开心的赚小钱钱了 于是当时有些州就想赖掉大陆军的工资 当时帮助美国独立的大陆军 所有的军人都是标标准准的合同工 大家都是签合同领工资的 但是当时的联邦政府又没有财政大权 又不可以收税 所以他们就跟乞丐一样得去求每个州 给他们点钱让他们来养大陆军 这个时候有一些州要赖掉 那么那些不想赖掉的州一看 连你都不想交 那我就也就没必要交了 所以当时大陆军的军官一看这种情况 就非常的气愤就准备要造反 如果不是当时的华盛顿压住了这一次叛乱 那么美国的历史很有可能会改写 最后华盛顿写信给那个时候的联邦政府 直接摆明了就是威胁 说如果各州不把钱准备好 那么下一次军官们再准备造反 老子全当看不见 这个要钱要命 您各位大爷自己选吧 随着各州的这个疫情越来越严重 之后很有可能出现类似于之前欧洲的那一种 今天我扣了你的呼吸机 明天我又扣了你的口罩 这样的事情很有可能在美国发生 我在之前那一期暗东行动当中就提到了内战 那并不是说美军自己在那里打来打去 而是各州自己的武装力量 也就是国民警卫队在那里护K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 华盛顿所领导的那一支大陆军 其实也就是各州送来的民兵组成的 今天其实就是把民兵这个名字 换成了国民警卫队而已 今天各州的国民警卫队 其实也就是美军的预备役 其实对于那些打过独立战争的那些美国国父们 他们都知道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 并不是他们不想建立一个这样的中央政府 而是他们为了说服当时各州加入到这个联邦的框架之下 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 其中一项妥协就是让各州保留自己的武装力量 还有大家熟悉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允许民兵保留武器的权利 这些东西说好听点 那叫人民有监督政府有推翻政府的能力 说难听点那就是嫌内战来的太慢 南北战争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死亡人数是美国历史之最 死亡人数超过了62万 是所有美国发动的这些战争里面死亡人数最多的 监督政府推翻政府 您知道政府有F35吧 您也知道您那个子弹打出去的速度 还不一定有F35飞的快吧 您指望这点武力去推翻政府 推翻个锤子啊 现实就是国父们退而求其次 然后子孙后代无力去做改变 然后每年大量的平民因为这条宪法而丧命 但是这事在国内公知的嘴里 就变成了美国高大上的代表 何其的可笑啊 这样的政治遗传基因配上今天的川普政府 那尼玛就是绝阵啊 您各位等着看吧 这一次周与周之间一定会出乱子 大家都知道北约也是冷战时期的产物 之前是防苏联今天防俄罗斯 但是我在之前的视频中也说过 其实欧洲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已经分道扬镳了 欧洲现在的首要挑战早就不是俄罗斯了 而是来自于中东的恐怖主义 以及非洲的人口大爆炸 您各位看看这张照片 就在现在 俄罗斯的军车行驶在意大利 这个北约防御腹地的公路上 这种照片啊 能让蓬佩奥他们这种冷战活化时失眠好几天的 何其的讽刺啊 之前马克龙说北约已经挠死亡了 但是小弟觉得北约其实已经被火化了 咱们之前总觉得呢 人类只要有了共同的敌人 就能变得团结 就能干一点聪明的事情 但是事实证明啊 人类还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聪明 在这一次大流行结束之后 我们全人类将面对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那就是对于全球化这件事情的重新思考 要么选择再向前一步 要么就很有可能会进行大倒退 到那个时候对于全人类来说都会是一场灾难 不过这是下一期的内容啦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咱们下一期再见